你 高云的 你这是干吗呀这是 准备搬走呀 你搬哪儿去 马上都要嫁人了 肯定得搬出去住 嫁人热了 这是好事啊 那什么 我这当哥子应该 跟你买几件金手势 我不能让我妹子就 就这么出嫁吧 我这嫁出去了 就不会回来了 以后 咱们也不可能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了 那 那 那有什么呀 你 你要是想吃手把肉 你随时可以回来 再说了 咱们餐厅不是马上要开张了吗 咱们也是天天要见面的呀 你这是干吗呀这是 这出嫁是好事 妹子 你 你跟阿嬷说了吗这是 高雲别难过了啊 再说那老下人也不错是不是 你没有想要留我吗 你真的要嫁人了 你真的要嫁人了 我干吗要留你啊 是你赶我走的 我没有想嫁人 我想过了 我这辈子 就守着你了 可是你硬把我往外推 我没办法 我才决定嫁给老下的 妹子 别说这个啊 人与人之间哪 是有缘分的 可能咱俩之间就 就没这个缘分 我祝福你们 行 别愣着 来来来来 我帮你洗舒适 来 这些衣服是不是都要装箱子里啊 各位人哪 你说你说出嫁啊 说实话 这是 真是大好事啊 这么多年了 你老一个人担着 这也不是个事是不是 说实话 我得出嫁啊 出嫁了 阿嬷肯定高兴 你说阿嬷高兴了 我们都高兴 怎么了 妹子 你看你这都要出嫁了 你干嘛呀这是 妈 不哭了吧 不过 你真的要嫁给那个夏叔叔吗 我不嫁怎么办 你爸又不娶我 姑姑 要不你再等等我爸爸呗 再等等他 我陪你一块儿等 傻丫头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爸说得对 每个人呀 有每个人的缘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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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就不管大人的事了 怎么了 其实我挺担心我哥哥的 你不用操他的心 我跟你说 像他这么大的孩子 在草原上 早就有两孩子他爹了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别操心了 别操心了啊 你说说你 这操得心吧 还不少 放糖 还有生姜弄下的 生姜的量量大 他不爱吃特别甜的 是啊 你不要比他做得太甜嘛 那你说该怎么做呀 还要放辣椒啊 还要干扁的干辣椒 对啊 对啊 你还是要放点辣椒的 你爸不是又爱吃这个 许晴啊 许晴 你快看看 谁来了 你爸 许晴 我 傻途 和家拥有五百区 我是怕她 看得我不高兴 我是怕她看得我不高兴 请 徐晴 你现在看起来好多了 如果真的能治好你的病 也算是陆远山干了一件好事 女儿 许晴 我是沙驼 你不认识我了 沙驼 许晴啊 许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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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你说 对不起啊 许晴 沙驼 你又来干什么 不是说好了 你不要来这里吗 万一受了刺激怎么办 王强 你别着急啊 沙驼啊 刚才跟许晴 谈得蛮好的 许晴也挺高兴的 别着急啊 她好像 真的不记得我了 这个紫辰肯定喜欢吃 早香小红花鱼 她现在的记忆区域 变得更差了 那些不愉快的事 会选择性地遗忘 医生 再也想不起来了吗 这说不好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 哪件事 会突然刺激到她 她可能马上会 全部都记起来 也就是说 她有可能突然一下子 又想起来了 那接下来下边该怎么办呢 我们这里是疗养院 也就相当于病人的世外桃源 她住在这里 要是一辈子都想不起 那些不愉快的事 这也不是坏事吧 你们说呢 陆远山说每个月会来付一次账 咱不用她的钱 等我那个餐厅开张以后 又流水了 咱就把陆远山那个钱 给她退回去 又何必呢 你不用这样 许秦的事 我有责任 如果不是我的话 她不至于这样 沙陀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 都担在自己肩上 许秦这个人就是太要强 不管你来不来 自成的事情 早晚会爆发的 人哪 不能做亏心事 不然一辈子过也不去 她今天这个样子 就是这么多年 担惊受怕累积下来的 其实今天我看见 看她这个样子 觉得这样挺好的 没烦心事 晚上 也不用怕睡不着觉 你们不知道 我们刚刚到上海那几年 她每天半夜 睡着睡着觉 就不见了 我起来一看 看她在收拾衣服 随时准备要搬家 就不见了 沙徒 其实我们一直 在接受惩罚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这是你吗 这位明镜需要 我相信这位明镜 你帮她的 一搜集 那偶像 这位明镜 还把她呢